而且我們聊住很久了 所以你每天都要 對 每天都要搭車 搭很久的車了 所以我覺得很好 還滿期待的 就希望可以趕快啦 結合國道客運 和部分公車路線的基隆轉運站 將在7月1號啟用 6月29號試營運 民眾都很期待 也想了解搭車動線 就是說裡面是國道客運 外面是公車 這樣的分別你覺得OK嗎 可以啦 反正就不怕分清楚 然後呢 規則講好就好 跟著市政府交通處科長的腳步 帶您來開箱 怎麼進入基隆轉運站 和轉運站外面的市區公車後車停 可以先從火車站的南站 然後過了這個綠色的行川線以後 然後步行到這一邊 就是我們的中一路轉運站的大門 走進去以後會分為兩個部分 在各位的右手邊的話 就是國道客運的部分 那如果要搭乘市區公車的話 再往左手邊移動 就是過了左手邊左轉以後呢 然後下樓梯過這個斑馬線以後 就可以到了市區公車站的後車停 那右手邊的部分是國道客運的區域 那包含這一些有依序有編號1到13 那包含前面的2號到5號 那就是國光客運的部分 而後面的6號和到8號 那是泰勒客運 那9號的話就是9006的基隆客運和光滑客運 那10號的部分就是大家比較常往內湖 科學園區的日豪客運1573等路線 那如果從北站的話 其實也可以很快的就接到這一個轉運站 從北站出來以後 然後就可以走我們旁邊的樓梯 然後就直接進入我們的轉運站 那如果搭乘市區公車的民眾的話 就是往這一個方向移動 另外從救火車站旁邊這個大頂棚下方 也可以搭電梯或走樓梯進入轉運站 如果是下雨天還可以從火車站南站 經過街舞空間這個連通道來到大頂棚下方 同樣利用電梯或樓梯進入轉運站 不用擔心風吹雨淋超便利 我覺得蠻需要的啦 因為一直以來都一直這樣露天的 還是需要有一個統整的地方 然後車子也不會這麼亂啊 對 我都覺得我兒子上班比較方便 會比較方便對不對 對 就是有一個轉運站像台北轉運站那樣 覺得說這樣子是不錯 對呀對呀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因為像台北轉運站一樣 就是你要搭車的地方就去同一個地方 然後同樣地方下車也比較安全啦 動線也不會這麼亂我覺得 現在目前這個國光的臨時站 那未來的話呢就沒辦法再運運了 然後後來本來會在海洋廣場下課的話 的民眾的話 那之後大概都會集中在這一個轉運站 也就是剛剛大家看到這個大頂棚後方 在基隆火車站舊站後方的這個轉運站 那全部都會集中在裡面上下課 以後的話就是集中在裡面以後的話 大家下車的時候其實都是乾乾的 就是舒舒服服的然後到達基隆 對於基隆轉運站即將啟用 民眾都相當期待 市府也將加強宣傳相關的進出動線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